門上呢 只會一聲 就說有客來訪 你誰啊 不懂規矩 拿我的騙子 用敗俠說敗會徐大將軍 你說敗會就敗會啊 你又是誰啊 就不告訴你 待會兒拿騙子出來嚇死你 快著快著 先生沒了 什麼沒了 名次這一路上用完了 我還在這兒等著被你們嚇死呢 樊老這位啊 借筆墨一用啊 這位 您就別麻煩了 認字吧 看看招牌 大將軍府 能來這兒的 哪個不是八台大叫 前呼後擁呢 罪不計您也得騎匹馬 驢 我 騎驢的不能來這兒 那你說說 你是來這兒投書送信呢 還是探親訪友 你 行行行 算是探親訪友 那兒位 順著牆跟走 去後門 這兒可不是你們出入的地方 你都不問問我們找誰 厨子奶娘 雜藝花家 東兵西西 孔木丈夫 這府裡人多了去了 我還真認不全 猴門 身似海 苟眼 看人 放肆 我做師呢 你這人不大 口氣倒不小啊 敢在這兒罵人撒野 誰罵你了呀 有件银子金子的頭 一聽說還有件罵的呢 我說他呢 這什麼玩意兒啊這是啊 怎麼越看越像條狗呢 你這拐著彎 還不是罵我的嗎 我嚇你 等等等等 不必動氣 他就是個小廝 不必動氣 你們從山溝裡剛出來吧 沒到過大地界 這兒是哪兒啊 原來的元大都 今兒的順天府 我呸 太湖洞庭大不大 可住的全是魚蝦王八 廟裡供著的 爺爺奶奶大不大 可那身子都是泥堆的 行了 來人 來人哪 何事薛華 快去 拿路這小子 在大將軍府門前 尋釁滋事 還有這邊 一併打下 送地方之罪 是 送 請喝 這位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們前來警戒 你是個門子 就該通報一聲 哪能這麼 飛揚跋扈 無端刁難啊 刁難你怎麼了 你是誰啊 你來了 本大爺就得進去 給你通報 懂不懂規矩啊 知不知道什麼叫 門利銀子 一文錢沒見著 還光我借筆墨執 虧你說的出口啊 真是山溝裡出來的 沒見過世民 我們那還真有山 我就說嘛 熊山惡水出刁民 還愣著幹什麼 拿下呀 誰敢 這可是御史中成 劉伯文劉大人 我還玉皇大帝呢我 我 您真是劉伯文劉大人 睜大眼睛看看 如假包幻 還真是劉大人 那年潮湖一戰 在下也曾見過大人 只是這歲月滄桑 大人確實變了不少啊 在下真是失敬 失敬失敬啊 就太了 劉大人 還不快給劉大人賠罪 原來是劉大人 失敬失敬啊 原來真是玉皇大帝 失敬失敬 小哥哥還真會開玩笑 劉大人 您稍等 在下這就進去通報 先生請便 小的旺財都有得罪 小的旺財都有得罪 還望劉大人堪恩啊 劉大人 小的生有八十歲的老母親 下有沒斷胆的孩子 一家的生計 全冰著小人這份摘尸的 劉大人哪 起來吧你 我家仙上 還能和你這小人一般見識 謝謝劉大人 謝謝小哥哥 不過我還真得說你兩句 你怎麼能這副德性呢 狗眼看人低 是是是 小的狗眼看人低 還什麼大地勁 你去過紫禁城 上過風田店嗎你 小的哪能跟兄台您比啊 您才是真正見過大市面的 小爷我也沒去過 不過我家先生倒是常來常往 那是 那是 劉大人 久違了 劉伯溫 拜見大將軍 不必行此大禮 取尊來訪啊就是貴客 你我就進兵主之禮吧 恭敬不如從命 見過大將軍 見過劉大人 請 請 我呢 我 您有喜歡的招待呀 請 等會啊 先給您端盆熱水 先燙燙腳 再給您溫上一壺好酒 咱這順天府的燒肥鵝 吃過沒有 行了行了 別廢話 你再啰嗦 小爷我可又要做事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涼 小哥哥你的詩做得也這麼好 簡直就是出口成長 小爷我的詩又 豈是你能議論的 嗯嗯嗯 哎呦 往前離了 還不快牽去 哦 哎哎哎哎 馬上去 哎哎哎哎 馬上去 成夜停車 天啊我來了 哈哈哈哈 哎呀我來了我來了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走啊跟我走啊 請坐 劉大人請用茶 多謝 劉大人知我為人 咱就省去那些虚文俯理吧 哎呦 這麼多年沒見 徐將軍還是那麼爽快啊 哈哈哈哈 那我就直接了當了 好好好 皇上這次派您來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是不是對我徐打 手握重兵 獨居著前朝大都 有點不放心呢 嗯 這茶不错呀 別有一番風味 哈哈哈哈 大人背大叉 有話直說 皇上的脾性 我還是略知一二的 没有大事 他派大人來幹什麼 徐將軍啊 這次奉皇上之命前來 就是想重新規劃一下 順天城 沒有別的意思 啊 原來是這樣 唉 這前朝的土城啊 九經風雨 早已成了残垣斷壁 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其實 我也早就想重建了 那將軍為何不向皇上禀报呢 這個 怕皇上多心 說你兼成兵力 獨霸一方 名不虛傳 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徐大一介武夫 還請先生指點迷京啊 將軍明年 今年剛封了燕王 這順天城 是不是為燕王所建 要不然 皇上怎麼會動了這個念頭 呃 保留下的格局 明白了 明白了 多謝先生點播 這裡沒什麼變化啊 先生 您當年來這兒趕考的時候有多大年紀啊 和你現在差不多 和你現在差不多 呵呵 跟考試那會兒啊 還沒你現在大呢 啊 啊 不會吧 你這麼年輕就搞中氣勢了 哎呦 人比人得死啊 也不知道那家鮑雲軒的書寺還在不在啊 爹爹 那爺爺提的是什麼呀 哦 那是毛鱗 他怎麼不騎馬呀 哎 他許是沒錢買吧 啊 哎呦 客官 哎 客官 您來了 哎 您是客書呢 還是買書呢 哦 我呀 隨便看看啊 哎 哎 當年啊 我進京趕考的時候 這個書寺的掌櫃啊 也就跟你這麼大 是個愛讀書的本分人 我們談得很投機 哎 您這邊請 好好好 哎 客官 您看這本 這本 這是本最新翻課的宋版十三經 考功名的人手一步 賣得可竅呢 哎 您老翻翻 我都這把年紀了 還進京趕考啊 哎呀 離家啊 那您再看看這部 啊 前朝觀漢卿的遺稿 這都是未曾面世的文字 哦 可是我們掌櫃花大价钱才逃回來的 嗯嗯嗯 嗯 觀漢卿您知道吧 嗯 以摘 蒸不爛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想當當一顆銅豌豆 嘿 真愧做买卖 我聽過他那說豆鹅鸳 哦 您看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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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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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這還有一部 這是原力部主氏洪大人字刻的詩集 不過這都是一些關於的閒淫 犯厚的風雅 想必也不入您大人的法眼 有眼無珠的東西 嗯 行家面前都什麼機靈啊 嗯 這位可是 在下劉伯溫 哎呦 原來是尊家 我説聽著這麼耳熟呢 正同一別 不覺已經三十年了 除去多了些虛染 依然是風采一舊啊 哎哎哎哎 先生安好 老陋老陋 掌櫃的安好 好好好 哎 他就是我經常跟你說的那個 只要輸一上手 便能過目不忘 倒背如流的神人哪 他就是您總說的 前朝進京港考的那個年輕人 就是看一遍旗幟謀略 就能當場背诵的那個人 男兒啊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就是劉伯溫 真沒規矩 劉大人面前 怎么能没大没小呢 还不磕头赔罪 劉大人說對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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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孩子 起来吧 人家都说 劉大人是个活神仙 可我这么一看 怎么一点也不像啊 我還真得给这位兄弟 说句公道话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 二郎神还长三只眼呢 是吧 咱是一枝两朵花 各家收各家 不是 去去去 赶紧下去 是 让劉大人见笑了 大人请 请 劉大人光临小店 不知想找些什么 我后面还藏有几部 不错的真本善本 大人要不要看看 这次就不看了 这次来啊 主要是名字用完了 想在您这儿刻印一些 内容和款式 我都写好了 来 劉一 这个交给小人 请大人一定放心 小人一定找最好的客奖 保证大人的书法 原汁原味 这纸嘛 咱就用最好的 梅花撒金简 紫红的套风 宝兰的宽边 不必了 还是素雅些好 素雅些好 这个大人放心 银子一总算在小人身上 这怎么可以啊 小人想求大人赏福莫保 也撞撞小店的门面 这个 赶贵的 书印好了吗 各位各位 请再担待几天 家印的集子还没有到 本来说好的 初四就能印好 推到了今天 今天还没印好 你能不能有点准啊 新印的一百册 被各大内卷给包了 小店实在是开罪不起啊 我们你就得罪得起吗 诸位都是医师父母 恭敬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得罪呢 等书一到店 我立马送去 要是再耽搁的话 我就到别家订去 走 齐公子您说笑了 慢走 掌贵的 什么好书啊 这么多人抢着要买 怎么 您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几年前 咱大都这地方 瞧我这嘴 现在应该叫 顺天府不是 咱顺天府这地地 降生了一颗文曲星 十四岁 就刻印了诗词集 了不得那些少男少女们 发疯似的追捧 一时洛阳只贵 这不 每隔一两年 最多两三年 他就再弄些诗词出来 有时啊 能印到板坏了 哦 那想必一定是 曹冲 洛宾王之类的 青年才军啊 啊 他叫金兰心 哦 听说祖上是 七丹的叶律师 后来改成这个汉姓 哎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